无量寿经科著 第四回学习班 第103集 2014年11月20日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尊者师父上人慈悲 诸位善知识慈悲 阿弥陀佛 不孝弟子自了 冒昧报告的题目是 印光大师 述无量寿经缘起 一 总数 说时 虽在方等 教义实属华言 净土义中 造智普贤 震荡远公 续法园 中外广流传 编令圣凡 现在正涅槃 华言经末后 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 倒归西方 此世家佛法中 最出手畅饮 小圣见诗祸尽 便了生死 正真地涅槃 归以了生死 为正涅槃 大圣成佛 方为就近涅槃 不可谓此涅槃 为佛之就近涅槃也 念佛求生西方一法 乃华言一生成佛之 墨后一佐 使十方三世诸佛 因中自立 国上利他之 罪胜方便也 彼望为净土法门 为全见小圣者 皆毁谤华言 即谤佛 谤法 谤生之 击重罪人也 述此法之发起 实在于 华言莫会 善才辩参之时 至普贤菩萨所 蒙普贤威神加批 所证于普贤等 于诸佛等 视为等觉菩萨 普贤 乃为称赞如来 圣庙功德 劝尽善才 及华藏海众 同以十大愿王功德 回向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以其圆满佛果 以华藏海众 皆识柱 识行 识回向 识地 等觉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以便有陈叉佛果 其弥陀誓愿 极乐静缘 往生因果 一一息之 故不虚说 然华言会上 绝无凡夫二圣 及权位菩萨 故虽大弘此法 而凡小莫有禀成 乃于方等会上 徒为一切人天凡圣 说无量寿经 发明弥陀 往昔因行果德 极乐静缘 种种圣庙 行人修正 品味因果 此今乃说 华言末后 归宗之一拙 说时虽在方等 教义实属华言 华言 为举法身大事 此今 便设九戒圣凡 即以华言论 上属特别 况于实乎 使如来不开此法 则莫法众生 无一能了生死者 二 分数 讲 趁信集谈 如来正说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 全世纪理 全修级性 行级平常 义级殊胜 良由以果地觉 为因地心 故得应该果海 果策因缘 一切法门 无不从此法界流 一切行门 无不还归此法界 三根普丕 利顿全收 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 逆恶罪人 亦可欲入其中 统色 律教 禅密之中 贯通 全时 顿见之教 于一代实教中 读为特别法门 其修正因果 不得以通途教义相绳 古今多有 深入经账 彻悟自新 于此法门不生信向者 以此之 藏自立 通途之教义 论藏佛力 特别之因果 之所致也 使之此义 择其信向 修持之心 佛也不能足之以 以此法门 乃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上成佛道 下化众生 成始成终之 众持法门 故得九戒同归 十方共战 千经并产 万论君宣也 以三根谱辟 圣凡其收 生死 无人第一大事也 净土法门 鸟生死 无上妙法也 一代实教 浩若冤海 其就竟唱佛 普度众生之本怀者 为净土一法而已 以下凡信愿念佛 即可待业往生 上圣 若肯回向 树得原成绝道 藏佛慈吏 与为藏自立 其难易 故日节相悖 净土一法 为一切诸法之所归去 以故华言 正其诸佛之 等觉菩萨 尚需以十大愿望 回向往生 则文书 普贤 马鸣 龙树 智者 慈恩 清凉 永明等 自行化他 同归净土者 有由来 有由来以 知此 则为之自立 不葬佛力者 可以 触然经 净然物 以其现身 即得 出此说婆 生彼极乐 与观音 四肢等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常识亲自 阿弥陀佛 以即 正无声忍 圆满菩提 而后一也 无言不足信 请自知 普贤菩萨 自可无依 并 他立妙法 善护行人 多劫不能成佛 由修自立法门故 净土法门 超胜一切法门者 再障佛力 其余诸法门 皆障自立 自立 何可与佛力并论乎 此修净土法门之 最要义观也 末世之人 不以此修 则虽是修行 亦可怜也 以不知障佛力 而偏欲障自立 则恐永无出 生死之日矣 躺不于此法 认真修持 而云如来所说 一切诸法中 谁修一法 或兼修各法 欲了生死 悟到即生不能了 或经百千万生 即百千万劫 上不能了者 多多也 何以故 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 专葬佛力 自己但具真性切愿 持佛圣好 则于灵命中时 决定蒙佛接引 望生西方 其余一切法门 必须修到 夜尽晴空之时 方可了脱生死 否则任辱功夫生 功德大 烦恼若有一丝一毫未尽 则仍然不能出离六道轮回之外 以自立了生死 比藏佛力了生死 其难易 昔赐天渊玄殊疏也 丁岸河道庙 巧入无声 净土之为教也 造势于 弥陀导师 演唱于 释迦世尊 十方诸佛 出广长蛇 以赞扬 两土圣贤 发金刚心 而流布 总而论之 一代识教 百千法门 无非宁人 由文字般若 而起观照般若 由观照般若 而正十项般若 既正十项般若 则心静土静 晴空静空 如一月 朴印于千江 若万奈 贤明于义丰 光明寿命 横遍树穷 只与弥陀世尊 同以广大悠久 如是者 何今非净土之经 何行非净土之行 悦而言之 为净土三经 专明其至 大起怨伦 生明缘起 其为无量寿经 如来于一代 通途教理之外 所立之特别法门 如阿且陀药 万病种至 故无论业之轻重 或之厚薄 但能信愿念佛 无疑不惑往生 如磨泥珠 随意预保 故但能 兜色六根 静炼相继 待至夜境晴空 心佛双亡时 这一切法门 合纱妙意 无不容会 贯通于自心意 净土法门 其妙如是 其有欲 上见先王 下计群品 令一切人 不费本分职业 各得献身 出离生死轮回者 可不及其从事于 此法门忽哉 悟 大圣垂慈 特留此经 佛在摩羯提国 灵救山中 说阿弥陀佛 最初因地 弃国出家 发四十八愿 又赴九经常劫 一愿修行 待至福慧圆满 得成佛道 所感知世界庄严 妙莫能明 十方诸佛 闲赞叹 十方菩萨 与回晓相大之二圣 聚足霍业之凡夫 闲得往生 等蒙射寿 是为无量寿经 九界众生 舍此 则尚无以原成佛道 十方诸佛 离此 则下无以 普渡群盟 若如来不开此法 则莫法 云云众生 谁能出离苦海乎 是知 释迦弥陀 成大愿伦 心慈蕴碑 度托众生 一则 事居惠土 以惠以苦 折服而发浅 一则 事居净土 以净以乐 色寿而君逃 比读者 各个 执持名号 贤归一新 窘出尘世 书登极乐 以法杖之怨伦 摄取众生 掌净土之禁元 直屈佛果 三 结语 以上内容是摘录 散布在映祖 文抄中 不同地方 与无量寿经 有关的 若干段落 按照念脑 大经解 叫起因缘的 五个小标题 顺序排列 取题 名 映光大师述 无量寿经 缘起 这份报告 其实是汇集 并非文抄中 由于成文 位数无量寿经缘起 全文都是印竹的原话 实物一字 弟子一造 错误之处 恳请师父上人 及诸位善知识 批评指证 不令赐教 阿弥陀佛 不孝弟子 视字了 寇成